不久前的珠海航展上 两架歼20从空中掠过 首次公开亮相 虽然只有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却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引起了全面关注 回顾歼20的诞生历史 2009年11月 空军副司令何维荣将军 预期歼20将于2017年投入服役 根据现在情况 8到10年吧 2011年1月11日 歼20首架验证机2001号首飞成功 短短几年时间 造型科幻性能领先的歼20战机 从无到有 很多网友在此时 发出了橘座当年的语录 橘座曾于09年在某节目中说 中国的四代机还没开始搞 这个此四代机非彼四代机 我们搞的不是美国意义上的 第四代战斗机 也曾成功预言 中国的歼20会先于T50服役 那么在歼20一飞冲天的时刻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架战机 它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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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